莱姆病是由一种昆虫传播给人类核动物 2016年有39,000人在美国得了莱姆病 2012年到2007年总共有36人死于莱姆病 但是死亡的人数怎么在慢慢下降 什么是莱姆病 莱姆病是由博士苏螺旋体引起的 受感染的黑脚笔通过叮咬传播给人类 人类被受感染的比虫叮咬了 如果未经治疗细菌通过血液 在不同的身体组织中建立自己 并能引起一些症状 其中一些症状很严重 通常在比虫叮咬处的7到14天内会出现红斑 大部分的皮体内都有莱姆病的细菌 如果被比虫叮咬之后 几天就会感觉到疲劳疼痛 会发烧头痛甚至还会出现红斑 在莱姆病第一阶段的时候 用抗生素来治疗 获救的几率较高 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时候 获救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可以使用抗生素或者一些通常的药物 去治疗莱姆病 黑脚皮喜欢生活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中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靠近树木和灌木虫中走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